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大家现在猜我在哪呢 我在新疆的哈密伊州区 之前有朋友说 哎呀Lily你和姐姐 坐着一辆五千七百元的二手零木北斗星 十几年的老车肯定到不了新疆 不好意思这位大哥 我们已经到新疆了 说好的赌了多杯奶茶的 是不是应该兑现一下 好了说笑了 好了我现在准备要出去外面转悠一下 我们已经在这个酒店 已经办理好入住了 现在出外面去转一下 现在是中午 将近中午了 十一点钟 我们的车已经停在了酒店门口 看着两林木北斗星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不过了大家没有发现 来到新疆这边灰尘特别大 这个玻璃好脏啊 太阳底下特别晒 特别是车里面很热 我们往外面走吧 我们住的酒店呢 是七十多块钱 七十二块钱一个晚上 还可以吧 我跟姐姐平台的话 一个人三十六块钱 有窗 双床房 还可以 还不错 然后到这边真的是超级热呢 三十多度 所以呢又得开空调了 真的这边的温度特别高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商贸市场 具体位置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也不太好啊 现在我们已经走在大街上了 这边这个商贸市场 有点像玉林的工业品 就啥都有 收获用品啊 还有工具 生产工具 各种各样的日用百货 还有餐饮都有 看着每天都很忙碌啊 很多车 车来车往 感觉密血冰城开的全世界都有 这边也有哦 我准备要点一杯柠檬水 买好了 三块五 还购价 这个出来外面旅游啊 能省则省 省个五毛也算开心的 有没有 是吧 好了 我现在继续往外面去转一下 看我刚刚跑来这里福利产票 这里有个小站 刮 然后刮中了两张 一张五块钱 一张五块钱 然后这张没刮中 所以呢 总共刮了三张就花了五块钱 沿着天山北路一直往前走 就已经走到了 面前就是哈密站 看这边就是哈密站的正对面 对面就是哈密火车站了 看这边人还是蛮多的 而且防疫是比较严格的 新疆这边 他会严格的去查你的健康码 行程码 以及核酸检测报告等等 然后一出站呢 就会要求再次做一次核酸 这边就是哈密的市中心 旁边这个是个商贸城 友谊商贸城 还是挺大的 很多车 我们现在进这个友谊商贸城 步行街转一转吧 感觉里面东西很多呀 这个大门口卖的是啥呢 哦 都是零食哦 感觉这里面基本上是一些服装服饰啊 大家都跑进来这边去逛街 买鞋 买衣服 这边就是二楼 一进来就是卖一些金饰 首饰 然后这边基本上是一些化妆品 日用品 嗯 跟下面一楼其他的店差不多吧 一直转过来 这边基本上就是卖衣服的了 有点像我们玉林的农船市场 就是卖衣服 一个个的格子间 哈喽 我现在逛完了 看我脸上多了个啥 多了把墨镜 就在二楼直接买了一把墨镜 来到新疆这边 真的墨镜还算是蛮必须的一个产品 因为那个主外线特别强 特别是开车啊 然后外面大太阳底下 睁不开眼睛 所以呢 哎呀 戴上把墨镜 感觉自己好受多了 最主要是啥 哎呀 好帅呀 完了 我又自恋了 戴着墨镜 大家都看不出我的眼睛 是什么情绪啊 就是很平静的情绪 不过呢 这个之前在出发之前 从广西出发之前 我就想买一把墨镜了 后来没买 来到了新疆 买了吧 不买后面还是有点受不了 因为开车的时候 大家看到啊 我之前开车 那眼睛都眯成一层 然后太阳正直面照着我 是很难受的 嗯 对呀 好了 我现在呢 准备要回去了 回去 然后等过一两个小时 跟姐姐一起出去 继续吃一顿手抓饭 啊 香香 爽 新疆这边不可错过的美食之一 就是新疆的手抓饭 另外一样就是羊肉啦 来新疆做吃羊人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